给人家打得怎么样 打发发发 哇 这王家打得很壮 比你还壮 比你高 不停地给他打 1982年 梁小龙凭借电视剧《陈真爆红大江南北》 至此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荧幕英雄 梁小龙饰演的陈真 就像黄元申饰演的霍元甲一样 成了无法超越的经典 那个时候 大红的梁小龙还被称作是香港演艺圈的 四小龙之一 其余三人分别是李小龙 狄龙和成龙 可见梁小龙的演艺地位有多高 除了辉煌的演艺成就 梁小龙的一生更是充满了坎坷与传奇 常常有人拿梁小龙跟李小龙对比 李小龙能不能实战 功夫到底怎么样 这一直以来在中国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奔成两派 两个极端 不熟悉李小龙的说他只是个电影演员 没有上过擂台 功夫只是花架子 无知者无罪吗 毕竟龙哥死了都快五十年了 时代在变化 现在普通人已经很少练舞 真正会功夫的人也不多了 我们很难知道当时李小龙真实情况 很多人不知道 李小龙跟梁小龙 他两因同样的爱好 功夫 成为好友 视频中梁小龙跟及好友在饭局上 几杯酒下肚 梁小龙老师来了兴致 讲起了当年鲜为人知的比武事迹 梁老师说 当时他刚刚出来拍戏 李小龙也在场 梁说 龙哥 我看见土匪在打架 你过去教训他们吧 李小龙更厉害 他就出去了 结果把人打得怎么样 给打得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还说什么空手到高手呢 被打得叫黄家达 个子高 大块肌肉的那种 梁小龙能够成为武打明星 除了性格原因 也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 梁小龙步入演艺圈 完全是靠自己打进去的 梁小龙的家庭其实非常贫苦 而且孩子众多 一共有兄弟姊妹十一个 九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每天都要张口吃饭 日子非常艰难 而作为大哥的梁小龙 从小就要照顾弟弟妹妹 骨子里刚强和勤劳 由于父亲当年在一个小戏班工作 为了养家糊口 常年在外漂泊 很少回家 所以 梁小龙打小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在他心中奶奶就是自己最亲的人 因为很少受父母管教 梁小龙的性格放荡不羁 而且最不爱读书 到时对拳脚功夫颇为痴迷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梁小龙大概在八岁左右 就已经独立走向社会了 当时年纪还小 不读书的梁小龙在社会中寸步难行 而且没少被人欺负 也正因如此 梁小龙骨子里不服输的倔尽 让他闯出了一片天地 在梁小龙的人生中 真正意义上的安人 应该是他的叔叔梁小松 很小的时候梁小龙就爱自己在家练习武功 梦想着自己是个大侠 因为痴迷功夫又早早辍学 梁小龙想起了会武术的叔叔 所以决意去投奔他 当时叔叔梁小松是邵氏的一名武术指导 不但小有名气 而且有着一身真本事 找到了目标后 梁小龙开始跟着叔叔学习各种传统中国功夫 比如永春拳 学无止境的他 后来还拜了一个日本空手道大师为师 自己又学习拳击拿了不少奖等等 比赛上赢了对手 私下里梁小龙的实战能力也是很强 曾赤手空拳打到过十多个人 能吃苦 天赋又好 梁小龙的功夫之梦开始扬帆起航 接下来 他就遇到了人生中第二个安人 带他入航香港演艺圈 转眼到了24岁 梁小龙因为在街上和人打架 结果被一个人相中 这个人就是当时香港电影协会主席吴思远 香港影视圈的风云人物 就这样 梁小龙因为身手厉害 误打误撞进入了演艺圈 可梁小龙的运气并不是特别好 刚出道主演的电影 直到1975年 才正常上映 不过 梁小龙当年是有真功夫在身 而且特别敢闯敢拼 所以拍了不少影视剧 尤其是金庸剧居多 一路摸爬滚打了近十年 直到1981年梁小龙才终于一战成名 他和搭档黄元申合作主演了大侠霍原甲 在剧中饰演了英雄人物陈真一角 从此之后 黄元申就是霍原甲 梁小龙就是陈真 两人合作成就了一部经典传奇 遗憾的是 黄元申后来顿入空门 不再眷恋繁华红尘 而梁小龙的视野则亦非冲天 凭借陈真一角大红后 电视台敏锐地嗅到了梁小龙的潜力 于是趁热打铁拍了一部电视剧《陈真》 至此之后 梁小龙彻底成为了陈真的代名词 这个经典形象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那一年 梁小龙34岁 演艺师也达到了巅峰 成为一个时代的功夫巨星 被誉为香港四小龙之一 可就在梁小龙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却突然开始了自己的销声匿迹之路 那段沉寂的日子 足足有十年之久 他又被迫转身成了一个商人 直到1991年 梁小龙才终于复出影坛 主演了《五郎八卦棍》 只可惜 影坛早已失过境迁 梁小龙的名气早已不复当年 梁小龙本以为自己从此会和演绎事也无缘 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伯乐 这个人就是周星驰 周星驰在筹拍功夫时 找到了曾经的功夫巨星梁小龙 希望他能出演一个重要角色 2005年 梁小龙凭借《火云邪神》一脚一举翻身 迎来了演艺事业的第二春 那一年 梁小龙已经57岁了 只不过 凭借电影功夫大红后 梁小龙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原因 并没有选择拼命接戏 他只是偶尔在一些电影中出演角色 比如《街拳道》 《博尔神探》等等 事业上跌跌荡荡 婚姻上更是有着无奈与波折 梁小龙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最让他刻骨铭心和心痛无奈 早年 梁小龙在影坛正当红之时 结识了第一任妻子李爱莲 李爱莲可不是一般女孩 她是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大红歌星 而且还是一个混血美人 两人因为拍摄电影《相识相恋》 并在1975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时候才子家人的婚姻生活 也算是香港娱乐圈的佳话 而且还生下了一儿一女 一个是歌星 一个是冉冉生气的武打明星 两人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 可世事无常 后来妻子李爱莲遭遇了人生中最巨大的打击 也彻底改变了整个家庭 1979年 两人结婚四年后 李爱莲在散步时 突然遭人泼洒流酸 导致整个人严重毁伤 直接毁容 就这样 一代加厉的幸福人生也彻底被摧毁了 那时候 梁小龙为了给李爱莲治疗 几乎花光了大部分积蓄 虽然有所好转 但妻子李爱莲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容颜 更令人无奈的是 这个事件至今不知是何人所为 没有一个结果 更没有结果的是 两人的婚姻也渐渐走到了尽头 最终以离婚收场 两人的离婚 让梁小龙一度被人指责抛弃妻子 可她说自己完全对得起妻子 只是彼此没有了夫妻缘分 因为一场意外 改变了一个家庭 梁小龙的第一段婚姻成了人生的一个遗憾 离婚后 梁小龙开始将所有重心都放在了事业上 并且凭借陈真一脚迅速窜红 不过好景不长 梁小龙的演艺事业出现危机 停滞了十年左右 直到1994年 梁小龙事业和爱情才再次出现了红日 那一年 在深圳的梁小龙 认识了自己的第二 任妻子宋湘 宋湘是个东北女孩 梁小龙对她一见钟情 展开了追求 还安排她到自己开的宾馆当楼层经理 1995年 两人相恋了一年后 结为夫妻 那一年 梁小龙已经47岁了 而妻子宋湘才26岁 两人相差了整整20岁 中年在娶娇妻 梁小龙的人生 开始走入了平静如水的幸福生活 之后 妻子宋湘也给她生下了一儿一女 堪称是人生赢家 如今 梁小龙已经73岁了 早已不再年轻 也很少在拍戏了 经历了一生的得失起落 与悲欢离合 也让她的晚年变得更加祥和与平静 只是回首往事时 曾经的那个功夫大侠 依然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记忆